那么我们接着呢 先把时间交还给这个 站在国盟助手的这个记者 洪美玲 希望来看一下 他们最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马上请记者洪美玲 为我们带来最新的消息 这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连线呢 到这个洪美玲 让美玲来告诉我们 她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玲请说 是的 金川 我现在呢 就人在这个 水兰儿刷亚南的凯黄酒店 也就是国盟总部 在水兰儿的大本亭 那根据我的目测呢 现场已经有超过上百名 将近两百名这个 国盟的党员工作人员 还有媒体工作者 已经是守候在此 然后同时呢 一起跟进这个 后面大屏幕的开票进度 那根据我所掌握到的消息 就是国盟主席 暂司令慕尤丁 还有国盟总面书 暂司令慕尚在努丁呢 待会儿都会来到这里 出席一场会议 出席会议的呢 还包括就是 国盟的雪州候选人 国盟的这个上下议员 国盟的各州主席 还有就是国盟的最高女士们 那这个会议的 这个邀请时间呢 是晚上八点 不过看现在这个样子 应该是会稍微的延迟 所以具体开会时间呢 还不得而知 那目前现在也没有看到 任何所谓的国盟巨头的 已经是来到现场了 那至于现场的这个气氛 由于开票的进度 其实还算是比较早期的阶段 所以呢 大家还是一派的轻松 在闲聊 吃东西什么的 不过刚才有一个 就是土团党的党员告诉我说 由于现在开票的进度呢 显示 国盟跟这个国阵 还有新盟呢 是五十五十的阶段 所以他们还处于观望的状态 那同时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其实也特别紧盯 就是这个雪州国盟主席 纳特斯利阿兹米阿里 在淡江周袭的战况 因为他们心中有数 这个淡江周袭呢 对阿兹米阿里会是一场苦战 而且在目前的开票进度呢 显示其实他跟他的对手呢 相距其实没有很远 所以呢大家都会特别的紧张 希望说这个阿兹米阿里 可以拿下淡江周袭 然后给大家就是一个 这个一记的强行证这样子 那至于其他方面呢 暂时目前没有太大的这个进度 那我会继续留守在 这个国盟的大本营这里 为你跟进更多最新消息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 朋友的金川 请不吝点赞 订阅